这好的啊,这个没有的,这个我们解决过的啊,没有的,因为操作的话不会停下来的,啊,这个就这样过去啊,所以我现在就不会是这个问题的,那我把这个放在里面啊,你看一下啊,放在里面,这样过去,那,马上就停了啊,马上停了,这个也是这个,这也是看不出的,对吧? 我相信所有去过湖庆渔航的人对于借期这两个大字都会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人们也说了,说生意能做这么大,和他们这种诚实手性的原则是有直接关系的,那么在合访街上,除了这些老字号之外,这样一种诚实手性的原则是否延续到了今天呢? 接下来我就将以一个游客的身份去体验一下。 逛了几家店铺,小萨重点看了看杭州特色商品丝巾,本来想看看丝巾的丝巾。 是否真实可靠,却忽然发现,有两家店铺卖的丝巾在商标上,似乎有点问题。 于是我们找来当地的工商部门咨询。 它这上面印的这个商标Fendi,Fendi的话应该是意大利的一个品牌。 但我就不知道是真是假了。 这样的,这个呢,似乎清纯Fendi的话呢,需经过那个Fendi,双标持有人的建立。 如果从这个房间来看,如果确实存在问题吧,那么工商购买的就是什么意思。 在看了我们购买的商品后,工商人员认为,商家有涉嫌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有权的商品的行为,决定去找商家进行处理。 我们这个,这批丝巾从哪里进来? 我们这个,这个厂家,就是厂家拿过的。 厂家,什么厂? 厂家这个是,我们看不出来? 厂家这种,它上面那种,就是那种雕牌是没有的。 就是说厂家联系电话那种是没有的。 这产品质量法规定的,必须要有的。 什么都没有的,那种产品嘛,一样也是要做的。 这两块呢还做成一个新铁商标充钱,这些一样。 工商部门就地封存了两家涉嫌售卖侵犯商标权的丝巾, 等待调查完毕,将对商家做出处理。 那么对商务产品的,就是无常名常治合格证的那个房间呢, 与指令改正。 那么仿冒分离呢,我们经按照法律程序的建议, 如果实现是仿冒的,那么我们将依照双标法, 中华人民共双标法处理。 按照青河方街上实行的消费与培金制度的规定, 工商。 在这个境界里的交易中, 是什么国家亭的同流戈,